购物马拉松花莲观光好轻松系列活动开跑了 花莲市公所为了刺激商圈买气 以及搭配2022花莲太平洋纵谷马拉松的赛事 五家业者即日起到26号推出限定的专属优惠 来为马拉松活动暖身 19号起主题活动正式开跑 将祭出好奖双重送 登陆消费发票先送小礼品 再领摸彩券抽大奖 只要在花莲市单笔消费满200元完成登陆者 就有机会抽市价3万元的欧审按摩椅 今年更是搭配2022花莲太平洋纵谷马拉松赛事 赛事期间并推出好吃好玩又好康 还能抽大奖的活动 那我们在去年跟远东百货 还有几大商圈合作之后 有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那今年已经进入了第三年 那购物马拉松的一个活动 那只要在19到26号 凭着购买的发票 超过200块的发票 就可以到我们的一个几个兑换点 去兑换相关的小礼品跟摸彩券 那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那是在花莲市地区的 而且我们只收发票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购物马拉松能够带动很多很多的消费 那在下礼拜就是我们太平洋中午马拉松举办的日子 也希望带来新的观光人潮之外 也能够刺激在地的消费力道 那去年的消费成果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们也希望借去年之后 在今年能够创造出运动观光的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那借此也能够让更多的活动相对的结合起来 也可以让我们的产值产生 购物马拉松花莲观光好轻松活动开跑 花莲市长与业者邀请民众一起共襄盛举 享受欢乐购物好气氛 我们都跟花莲市都还会继续的合作 继续帮花莲市民提供更优惠的活动 更丰富的商品 包括我们11月11号就有一个圣诞节的点灯 也是我们的花莲市施工所 来帮我们固制整个幸福花莲市长 活动参加门槛低 而且赠品丰富 只要凭9月28至10月26日期间 在花莲市单笔消费满200元 凭发票即可获得参加购物满额礼品乐换券 购物马拉松 花莲观光好轻松 记者凌杰花莲市采访报道